各位早安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速递 我是书月 我们继续跟进一下今天的要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克林姆林公表示 两人谈到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而普京表示 已经准备好和特朗普在互相尊重 和不干涉对方内政事务的基础之上 就双方合作举行会谈 两人同意将双边关系引导到有建设性的合作 也愿意合力打造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两人会继续定时通电话 就面对面会谈做好准备 特朗普就向普京表示 美国寻求和俄罗斯建立深刻和长久的关系 两人又讨论了双方共同面对的威胁和挑战 至于新内阁的筹组就继续进行 消息指 特朗普正在考虑委任 已经公开为同信恋者的 公开为同信恋者的美国驻联合国前发言人 格雷内尔出任驻联合国大使 如果有关的任命落实 并获得参议院的同意 格雷内尔会是首名同信恋人士 出任内阁级别的外交职位 消息又透露 特朗普考虑委任共和党密歇根州委员会女主席 迈克丹尼尔接任 获任为白宫苗长的普利·伯斯 出任国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穆克尔周一召开记者会 宣布他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和姐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 决定支持推举社会民主党的 施泰因麦尔 角逐德国下任总统 穆克尔形容 施泰因麦尔值得信任 是最适合的总统人选 相信他能够在全球局势 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带来稳定 有传媒形容 比起穆克尔的警言慎行 施泰因麦尔相对敢言 他曾经言辞批评美国后任总统 特朗普煽动种族仇恨 德国总统选举明年2月举行 由于基民盟和社民党 在联邦议院占过半数的议席 意味着施泰因麦尔很大机会 接听明年任期届满的高克担任总统 而在德国 总统并没有行政的实权 不过有关的提名引起外界关注 悬空的外长一职会由谁填补 那么德国传媒报道 任期在明年1月届满的 德国议会议长舒尔茨是热门的人选之一 有分析认为 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 在推动自由贸易 气候问题 以至接收难民等议题上 都与德国政府立场不同 预料特朗普正式上任之后 德美关系将会是下任外长 其中一个外交的挑战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到访巴黎 出席第四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 马凯在之后的会堂上表示 此行主要的目的是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 以及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的成果 推动两国经贸务实合作发展 推进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奥朗德则欢迎中方与法方加强合作 实现法中的核能技术跨越式的发展 开启两国核能合作的新时代 在记者会上 马凯也强调加强与法方在核能和绿色产业等领域的合作 马凯又形容 由中英法三方合作兴建的 辛克利角C核电站项目 带领着全球核能的核能踏前重要的一步 马凯并且提及 中方公司寻求参与一项法国国营核集团的重组项目 而法国工业部部长西鲁格表示 希望中方以股东的身份投资项目 有关项目需要额外50亿欧元重组财物 而中法双方去年已经签署备忘录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将会参与 面对总统朴景慧 涉嫌纵容亲信干与政务风波持续发酵 南韩执政新国家党与两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以及国民之党达成协议 对干政风波启动独立检查 独立检察官会有两个在野党协商推荐 然后由总统朴景慧选择任命 领导约60名检察官和调查官的团队 执行不超过120天的调查 国政调查组就由朝野各9名的国政调查特别委员组成 而执行不超过90天的调查 相关独立检查法案 预计周四在国会全体会议将会通过 检察部门调查方面 海南社报道 再有两名前官员接受调查 分别是青瓦台前国政宣传秘书安丰根 和前总务秘书李在晚 两人以案件相关人的身份被传照 到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接受文化 而当局会调查两人有否涉及 泄露总统府的文件与崔顺时 以及是否为朴景慧和崔顺时充当桥梁的角色等等 又指不排除会将两人列为协议人 上任之后 首次出席年度伦敦金融城市长 官邸晚宴的文翠山 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说 他指英国在6月的脱欧公投 已至上周美国大选的结果 都令到不少人大跌眼镜 但这些结果正正反映了社会的求变形态 文翠山表示 脱欧并不代表英国从国际舞台上退了下来 而是意味着英国能够更加有弹性 推动全球自由贸易 改善贫穷问题 文翠山承认 全球化确实会为部分的社会阶层 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呼吁政商界共同合作 确保社会各界都能跟随全球化的脚步 文翠山在演示中 也视特朗普当选为机遇 说期望脱欧后的英国 能够继续与美国保持着贸易往来 我们转看一下财经消息 隔晚道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 创历史收市新高 收升21点 报18,868点 港股两日的累错超过600点后 恒指今早高开48点 报22,270点 国企指数高开23点 报9,366点 腾讯跌势位置 今早低开2.6 报190块 创三个月的低位 友邦低开0.6% 报47.5 而汇空高开1.6% 报61.65 收息股连日癌菇 领涨今早再低开1.9% MSEI明胜公布半年的检讨结果 MSEI全球市场指数中 增加了55只成分股 提出了34只成分股 其中MSEI香港指数 加入了1只成分股 横隆集团就成为了这个新贵 也没有提出的股份 那么MSEI中国指数新增了7只成分股 包括中国华融 丰盛控股 服药玻璃 横腾网络 顺语光学 美国上市的新浪 以及微博 另外提出了6只股份 包括中国远洋 中海集团 华电国际 绿业制药 瑞罕房地产 以及修房控股 另外MSEI中国A股指数新增44只 其中市值最大的三只包括中国电影 广汇汽车 以及文头控股 提出的三只股份包括华银电力 借龙实业 以及中路股份 此次调整将于11月30日收市之后生效 本稿上市公司合数监管改革 进行了两年多以来 细节部分仍然没有落实 会计师工会 期望尽快与财务汇报局达成共识 明年提交与立法会审议 为例与国际市场接轨 两年多前 政府已经就上市公司的 合数监管改革咨询业界 咨询结果也反映了 大部分的市场人士都支持改革 认同要有独立机构 监管上市公司的合数师 但拥有超过4万名会员的会计师工会 与被政府建议接手 大部分监管工作的财务汇报局 在执行细节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咨询建议改革之后 大部分的监管工作由财汇局接手 而会计师工会认为 财汇局的权力有过大之险 坚持对合数师的调查 与处分要独立运作 也即使财汇局最新建议 另设独立于财汇局的上诉机制 也没有能够释出疑虑 投资者继续冲紧特朗普的政策 将会刺激经济增长和通胀 迫使联储局加快加息的步伐 市场对美联储下月加息的预期 进一步升温 最新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料 12月加息机会升至9成2 较少征5高出8个百分点 而今年在联储局货币政策决定上 没有投票权的 达拉斯联储银行行长卡普朗说 预料联储局将会在短期内加息 但他补充日后联储局在加息的问题上 需要有耐性和小心处理 因为全球经济增长低迷 将会主导全球吸口走势 卡普朗又认为 目前评估特朗普新政策的效果 是为时过早 维持他对美国经济 明年增长2%的预测 本周将会有多名联储局的官员 发表演讲 包括三大巨头 主席耶伦 副主席费希尔 和纽约联储银行行长杜德利 那么市场可以从中 对联储局下月是否很大机会加息 得到更多的启示 最后金管局总裁陈德林 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 在美国大选之后 美国新一届政府 目前仍然没有具体的政纲 情况仍然不明朗 而当选人特朗普在其竞选政纲 包括反对全球贸易自由化 提高关税 保护当地的工业 大幅减个人税以及企业税 大增包括基建等开支 以及放宽金融市场监管等等 如果乐视会对美国的 财政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而陈德林指出 美国超低息的环境已经多年 市场预期美国联储局下月将会加息25点子 问题是加息后的走势 因为美国政策改变 令到加息的步伐不明朗 而美国利率走势影响着香港的利率 加上本港月初推出的楼市新措施 仍然有待观察 金管局会因应楼市变化而做出应对 也呼吁市民注意相关的风险 我们最后看一下本港的天气 现在气温是27摄氏度 空气湿度在76%左右 预测天晴 但不初时的部分地区能见度会较低 吹微风 今晚转吹清净的东风 部分时间会多云 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节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一节再见